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老蕭同行股票要贏 各位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那各位在收看這個單元 應該是已經到中午12點了 目前是早上的9點19分 我們講這一秒鐘 這一秒鐘加權指數報價14866 跌幅是2.65個百分點 同時我們去看國際股市的部分 第一個道琼在星期五跌掉3.03 日經指數是2.87 韓國是2.2到現在 台股是2.64 那台北股市今天怎麼看 大概就很簡易就是16885 現在報價16872 也就是當你在觀察今天整體大盤 的一個變化裡面 加權指數只要去守住885 那今天會出現很明顯的向上 做挺升的格局 你說什麼是 整體上最主要我們的看法 今天8月29號 我們叫Final Impact 就是做好撞擊的準備 就已經撞擊了 所以現在跌了410點 那是什麼意思 我覺得大家都知道 面對問題是處理問題 那問題是怎麼處理它 用講的大家都會講 那你要找到真結點 面對未來的展望 那做出正確的評價 那今天國安基金肯定會進場 關鍵在於它會進場哪些標的 我覺得才是接下來 我們要去面對解決的地方 所以首先要回歸正體 正體就是國際股市的變化 那國際股市我們預期本週會走緩 也就是在上週五 Bauer的一個簡短的9分鐘講話裡面 其實沒有講什麼 它主要的內容是提到說 面對所謂的通貨膨脹 那麼聯準會不會 就是說為了害怕股市的漲跌 所以不去打這個通膨 他說我會持續 給予很強的力道去壓縮 並且會用強勁升息的態度 面對高通膨 這個講話講完就短短的9分鐘 國際股市就蹦跌 各位請看就是在左側 這個這個這個OK 然後Mix就急速往上衝 並且是爆量 所以整個框架這裡出現改變 好 那怎麼做改變 我們很快速 因為你沒有面對這個框架去做解決 你未來你操作上 包括整個操作邏輯 你會很難 好 所以我很快 第一個我們先把整個月份改變以來 當時的最大交易量跟次大量 分別是落在23.3跟25.75 Mix波動率指數它是反向的 我稍微速度快一點 它是反向的 Mix向上走股市會大跌 Mix向下大跌股市會漲 當爆出這個最大量跟次大量之後 Mix是不是進入這個框框的走勢 它一定是壓在這裡 代表說這個方式 這個量價結構對不對 對 它完全照著量價來 就23.3 25.75 然後得出一條頸線 可是緊接而來交易量改變了 為什麼改變呢 就是說這個23.3 23.3被取代了 這裡是15.1就是1萬5千股 5千口 那這裡是1萬5千2百 所以它取代23.3了 所以接下來你發現到 這一次的急漲之前 它往上墊升到23.6 那是不是就停在23.6 然後鮑爾的談話之後 就出現暴漲 那股市就崩跌 那國際股市就跌了超過3個百分點 不管從道雄 納斯達克 好 那我們要看的是 接下來這兩個點也有被取代掉了 又被取代了 因為這最大交易量它爆出來了 分別是18.78跟18.23 代表什麼 23.3 25.75跟23.6 通通不見了 因為被取代了 最新的數字分別是落在 24.55跟26.15 問題是現階段 現在衝到26.9 到27了 現在已經到27了 所以代表說 整個亞洲股市 包括下午的歐洲股市不會太強 你說那台股呢 台股就等它爆兩長黑 你說爆兩長黑不是要賣 不對 這裡是應該要站在買方不是賣方 你說為什麼 我覺得應該是我們去面對市場 然後很謹慎的去做比對 好 那我怎麼比對 我一定要看一下14.856 OK 加權指數現在爆價14.856 我們來看 台股今年以來的最高點是在第一週 18619 就是元月的第一週 當時加權指數衝到最高 在1月5號18619點 我們把加權 納斯達克 費半 稻窮 跟歐洲股市的 德國股市 亞洲部分就分別給它日金 然後韓的首爾跟上陣 跟台股 大家放在一起 比對完之後 你會發現到 到目前為止 漲幅最大的其實是日金 那麼稻窮是次資 再來是上陣 德國股市 加權 韓國股市 納斯達克跟費半 如果從今年一整年來看 問題是我們要抓出來 跟台北股市 連動比最高的其實是藍色的 你說真的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是藍色的稻窮 也就是說 各位我把它連接起來 黑色的 是加權指數 黑色的是加權 藍色的是稻窮 它的關鍵的轉折 是在6月27號 6月27號也是台股 當時一路往下跌 然後出現第一次的反彈 第一次的反彈高點在15656 然後接下來就來到這次的最低點 13928 13928的隔天 7月13號國安基金進場 各位請看 我特別把6月27號把它框起來 也就是黑的跟藍色的 原本兩者幾乎完全連結在一起 可是在6月27號這一天出現結構性的變化 什麼結構性的變化呢 也就是加權往下跌 可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稻窮是向上走的 沒有錯吧 所以兩者就變成分離了 到目前為止到週五 到週五 其實到現在差不多了 因為禮拜五的美股是跌3% 台北股市現在是跌2.75 所以其實大約還是這樣子 就是說稻窮工業指數跌11個百分點 那麼加權跌了17個百分點 你說那這個看這個幹什麼 那就要算了 各位請看 它是不是從15656 這是關鍵 再往下跌 跌到13928 所以我們剛剛現在看的是從18619做比對 比對叫做一個叫中軸 一個叫做 一個叫橫軸 一個叫中軸 比對要交叉比對 你比對的最高點 我們要不要比對這個最低點13928 要 所以我們現在看完了之後 我們就把其他的剔除 因為連動比最高的是道雄 你把他其他的剔除 我們來抓本波段接下來的最低點 最低點台股叫13928 那加權指數 藍色的是道雄工業指數 請你告訴我 兩者是不是出現了 這裡已經出現變化了 怎麼變化 加權已經在轉強了 在轉強了 你怎麼知道 舉例 昨天的道雄跌了3個百分點 3.03 3.03 我們看現在加權跌2.75 所以台股的跌幅是不是比道雄來得少 沒錯吧 就是台北高級這個是星期五 然後現在跌下來2.大概在這裡 那道雄是在這裡 所以台股是不是從13928到現在 台股比美股來得強 兩者連動 也就是道雄在跌 我們會跌的比他少 道雄在漲我們會漲的比他多 然後收斂 從今年18619以來 現在差幅是6個百分點 他會慢慢收斂 那你在慢慢收斂的過程 你一看 所以今天跌幅不會來到3.03 因為道雄3% 今天台北高級跌超過3.03 代表台股比美股還要弱 那今天國安基金肯定進場 他怎麼可能讓台股比美股還弱 所以你一看就知道了 好 這個都已經不重要了 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麼 那接下來該怎麼辦 14792 這是底線 台股的底線 792怎麼來的 連結你現在用算的 15656是不是跌到13928 15656加13928一定是14792 所以當時在14792這裡整理了4個禮拜 從低點往上 是不是在這裡整理4個禮拜 好 再往上走 撞到15369 然後被壓回 那為什麼是15369 因為15656往前看的高點是16811 16811跌到13928一定是15369 所以他們就是進入15369到14792這個區間 現階段現在早上的9點28分號 加權指數報價14851 是不是在792往上抓60點 大概在這裡 所以是不是在這個整個區間的下緣 那請問在這個點應該做買進還是賣錯 當然要做買進 關鍵是買什麼股票 買爆量長黑的 你要買爆量長黑的 是嗎 是 什麼叫爆量長黑 舉例各位請看 這一檔個股叫技嘉 你有買技嘉嗎 我沒有買技嘉 人為進叫明德斯 我們當初沒有買技嘉代表我們是錯的 我是錯的 那我是錯的 我要檢討我自己 對不對 不是去檢討別人 我們去檢討別人幹什麼 我們自己不可以買技嘉 我們自己是阿台頭 我是笨蛋 我當然檢討我自己 所以我有一看 技嘉從104往下狂跌 就好像是一個隕石要來撞擊地球一樣 技嘉完蛋了 來請你告訴我 它有沒有爆量長黑 有啊 那事後來看 這個爆量長黑 那大家不是說人氣我取嗎 都用嘴巴講的 對不對 用嘴巴講的很輕鬆 那個我最低點買進 那今天呢 那不都一樣 同樣是一而再再而三 反覆發生就叫做證券市場 這不是叫做證券市場嗎 難道今天不應該炸爆量長黑要買進嗎 難道是賣出嗎 我覺得不對的 這裡是找買點 不是找賣點 那怎麼找買點 找爆量長黑的 各位請看 技嘉我沒有買 潤泰心你不可能不知道吧 怎麼會潤泰心 潤泰心不是聽說要下市 對不對 好就是因為聽說要下市 就是有國內的法人出了一個報告 就是說因為藍山人壽的問題 所以造成潤泰心潤泰權 禁止會跌到負數 那依照交易所的規定 你禁止跌到負數 你是要下市的 那就因為有這個龐大的利空 所以呢它不就是一開始是緩跌 然後接下來是急跌爆量破底 那請問你 這個隱石來撞地球的新生命會發展展開嗎 那請問該站在買方還是賣方 你就觀察嘛 你跟自己的一樣 對 繼續看嘛 聯邦營 你怎麼買 我都沒買這三島 我都沒有建議我們的成員做買進 你到底是買什麼 我是買這個 台法台法也沒買 塑化股今年上半年以來 國際優價大漲對不對 然後全市場衝進去布局 買進什麼 塑化股全掛電 全面掛電 就是你認為油價漲 所以我買塑化股 我會我有盈利 結果你把它買下去就是輸慢 什麼樣的情況會贏 當它爆量長黑我做買進 這個爆量長黑接下來股價沒有新的低點 那不是應該做買進嗎 除非爆量長黑接下來股價還有低點 那趕快就停損了 可是當你看到爆量長黑我做買進了 接下來沒有低點了 請問該站在賣放嗎 我眼睛看到每一檔你這麼做都會贏 每一檔 所以我們來看中鋼 那不都一模一樣 有沒有什麼哪裡不同的 國際 這個公司這個誠信有問題 不管有沒有問題 爆量長黑 爆量長黑 應不應該站在買方 爆量長黑 除非我買了 我買272好了 結果還有270 那我彼此摸著 你就罵我 我就停損不就好了 不是該這樣子嗎 好 中鋒沒有一個是例外的 爆量長黑股價守得住 就不用站在賣方 好再來 我有買的是玉山金 因為我檢討 人家爆量長黑大跌 買進之後不會再有低點的 那就買啊 不就漲了 不就漲了 這叫最後一集 我們有買的 當時買的南電 那為什麼買南電 不是一樣爆量長黑嗎 就買進了 不就漲了 那這裡我再看一檔股票 看 我講的是今天 我沒有要推薦大家去買 這家公司今年掛牌上市 我們把時間回到去年年底 跟今年的第一季第二季 你幾乎看了當時所有的新聞 包括媒體網紅全面給予正向 全面正向 可惜的是 該公司從掛牌上市以來 每天都你知道嗎 還有很多長頭的朋友 把台積電賣掉了 拿去買這家公司你知道嗎 真的 往上更慘 是嗎 是 大家都每天跌 跌到讓你簡直是懷疑人生 是嗎 是 一直跌到現在 那我就在等 等他今天要不要爆量長黑 那爆量長黑呢 那我們就手牽手買進了 他不爆量長黑呢 那叫不要理他 他還沒跌完 不就是這樣子嗎 等他爆量長黑就今天 就是今天 今天他爆量長黑絕對是買點 問題是他如果平盤呢 那我們就不要理他 因為他根本沒有承受最後一擊 對不對 所以今天是什麼 今天在等爆量長黑 你要站在賣方 而不是賣方 除了這一檔之外 這是另外一檔 因為這一檔如果沒有大跌呢 那就不能買 那只好再多看幾檔 那一檔沒有 那這檔也可以 這檔也是平蓋股 然後呢最明顯是在市場在過去 就是上半年 大家給他都很正向 那股價每天大跌 莫名其妙 就是跌到百分之六十 股價莫名其妙跌到百分之六十 然後低檔有沒有爆量 那這裡呢就是我們的檢驗 就看嘛 要不要再來一個爆量長黑 再來一個爆量長黑 那就做買進 那沒有呢 沒有就要等 好我們很快速看一下現在大盤報價 14887那就做多 14887做多 就885 加權指數強弱關鍵 今天在19.06分 單一分鐘在14885點 加權指數守住14885 當然往上攻堅 可是你要買到對的股票 對的股票在哪裡 爆量長黑的 你不要怕 除非你買了 它有新低點 那我們鼻子摸著就認賠 否則你會買到 接下來 台北股市非常強悍 多頭飆悍的股票 就在今天 歡迎各位可以加入我們LINE 好友 也祝福所有的好朋友 未來的每一天 你要維持正向樂觀的心情 感謝你 拜拜 歡迎各位 歡迎各位 感谢观看